至于第三方公司的测算 疫情将给大都会运输署造成高达85亿美元的损失 运输署主席称 疫情给运输署的运作带来了重大挑战 为此他向联邦申请增加39亿美元的紧急补助 运输署主席介绍 纽约地铁 公交的乘坐量都下降了95% 这给运输署带来最多高达60亿美元的收入损失 另外 为了保证员工和乘客的安全 运输署还要额外支出8亿美元 他还强调 纽约下周的经济占全国GDP的10% 而纽约的公共交通对纽约地区的经济至关重要 并进而影响到全国经济 在此之前 联邦三月份已经向大都会运输署提供了将近4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 但运输署称 自那之后情况进一步恶化 疫情造成的损失远超最初的预计 新唐人记者金时纽约报道